本周第一个话题 静次郎接着要收费的塑胶是什么 网路出现大量大洗礼 Twitterの知事をフォローしている皆さん ここ最近とあるハッシュタグで一色になっていませんか 先週取り上げたばかりの日本環境大臣小泉慎二郎が よく疑問に思わせる名言を発言しますが 最近またそういった発言したことから ハッシュタグ シンジローが次に有料化するものというハッシュタグで Twitterで様々な大喜利創作が盛んになっています 有在追踪Twitter時事的大家 这两天有没有被一个ハッシュタグ洗版呢 上週我们才聊到日本環境大臣小泉慎二郎 常常会发表一些奇怪的名言 这两天他又讲出了一句话 让日本网友开始制作各种梗图 开启了ハッシュタグ 近次量接着要收费的塑胶是什么的大喜利 大喜利とは何かは簡単にご説明します 大喜利というのは 本来歌舞伎で一日の興行の最終幕 最後の場面に 大喜利にちなんだなであり 客も喜び 演者も利を得るという意味です 大喜利は 予選のプログラムを指す言葉でしたが そのうち出し物そのものを表す事となってきました 最近だと写真に面白いセリフや文字を入れるという形式が一番多いです 最近一番話題になった大喜利は有名AV女優の深田英美さんの件でした 簡単的跟听众介绍一下 什么是大喜利 大喜利源自于歌舞伎的 大切 大喜利 原本是指演出的最后一幕的压轴戏 后来演变成一种表演 最后一幕与观众互动的娱性节目 慢慢演变成现在的大喜利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 图片加上有趣的旁白或者是文字 而前阵子最红的大喜利 风波应该就是 知名AV女優深田英美所引发的事件了吧 今回小泉慎二郎から始まった大喜利は ハッシュタッグ 慎二郎が次に有料化するもの でふざけた写真を加えながら 生活中にいろんな小さいプラスチックで 揶揄しています 而这次小泉慎次郎所引发的大喜利文字為 ハッシュタッグ 慎次郎接着要收费的物品 然后再配上各式各样很闹的图片 网友开始拿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小小塑胶 来嘲讽近次郎 例えばバランという弁当についてくる葉っぱとか 桃を買った時についている包みとか 靴下を買った時についているものなど 現行作成の現時点では このハッシュタッグを用いたツイートが すでに1万5000通以上存在しています また小泉慎次郎の大喜利が騒ぎになったことについて 皆さんはどう思いますか? 例えば便当中に会附上的夹草 或者是水蜜桃外面的防撞塑膠套 甚至是袜子上的小小的塑膠標籤 截至完稿前 已经有1万5000多则推特引用的发文 对于这周又出现了小泉慎次郎大喜利風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 那么第一篇又讲到了熟悉的小泉慎次郎 其实我做到今天这样 我对他其实蛮有亲切感的 对他有好感吧 对 他就很闹啊 我觉得他就有点艺人感 对 然后就是真的很多人很多人转推耶 对 他转推然后就是超多废物 就比如说牛奶糖的外面那个塑膠包装 要收钱 要收钱 然后还有很多很废的 然后大家就是狂帖 反正因为他的那个身份就是环境大成 然后他这个人又很focus在塑胶 一次性塑胶这件事上 他主打这个啦 其实那个塑胶带收 开始收钱也是他的正 他的推的这样 所以他就在想下一个要收什么钱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往有做一堆根图 对 然后连那个什么超市里面不是买水果 会有一个塑胶 那个防撞 对对对 防撞的那个 然后还有那个 你买奇异果或什么之类的 不是会撕一个 他让你在里面秤吗 然后里面的那个也要收 收钱 然后还有那个炸 他们不是卖很多炸物 会用一个塑胶 透明的盒子装钱 那个要收钱 然后那个铝箔包 不是外面会附一个吸管吗 吸管套是不是 对吸管 那个吸管套 外面不是还有一个塑胶 然后连那个也要收钱 就各系各样 对很好笑 然后台湾人应该 最有记忆的大洗力 应该就是那个 之前吉普利 对 吉普利 整个FB洗版嘛 然后在前阵子 就是很好 我们刚才里面有提到 就是那个 深田Aem 他真的是很好笑耶 他的大洗力是什么类型的啊 他就是之前 会被称为大洗力 他的维基百科里面 有备注大洗力艺人 这样 他就是在他的推特 就po了一篇推文 就说 就他戴那个眼镜 然后就是有点色色 他想拍那种 有点色色的感觉 他就是 就是扮成老师的样子 然后就po文 就说 不管是什么问题 老师都可以教你哦 这样 然后下面的人 就问他说 什么 什么数学公式 这个要怎么解之类的 然后就大家就开始问他 一些超暴难的问题 然后什么 车床 应该要怎么用啊 然后那个齿轮啊 应该要怎么 怎么用 然后那个汗接之类的 他会去回复吗 没有啊 他就回不出 他怎么可能会 就是讲 然后大家就一直狂问他的问题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就是他就在推特 就po说 哦 多少人转推这篇文的话 我就加多少七味粉 哦 然后就 然后总共就 六万两千个人转推 然后他整个 他就在他的泡面上 全部都是七味粉的照片 还有吃完吗 他没吃完 然后他还叫经纪人吃 然后他说 他还有拍 他冰箱的照片 全部都是七味粉 他就说 他没有吃完七味粉 有用盒子装起来 没有浪费 然后发 然后发给那个 他工作人员 给他们回家用 就是这 我们今天讲这个 小圈禁吃 然后不会又被骂 其实对啊 我们昨天被这样讲过之后 就有在考虑 要不要换题目 可是想说 这个还好吧 这是网友 网友在 在推特趋势 对啊 然后我们想说 把重点放在大喜利身上 应该还好 对啊 好啦 怕被骂就算了 大家知道大喜利是什么了吗 我们应该会做一个图文 图文 不给承诺啊 不给承诺啊 好啦 那我们就接着第一篇话题的单字吧 好 那么这一篇话题的单字 我们就选了两个 第一个字就是 第一个字叫做 然后它的中文意思就是 就是嘲讽啦 就是挪 挪 挪语 捏语 捏语吗 捏语 其实中文也有这个字 就 考试啦 就是 其实就是嘲讽 嘲讽比较常讲 对 嘲讽 嗯 就是讽 讽刺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的 像这个网友 在捏语那个小全静次郎 讲这句话 就是这个 雅油 很好记 嗯 好 那么第二个字是 第二个字是 然后这个字的中文就是 然后这个就是出现在 我们上礼拜有提及了 小全静次 然后这里又提及 对又用了这个 然后它的拼音是 然后它的前面的汉字就是 就是取的那个字 然后挂语 挂语有千百种意思 所以就是那个 上 然后K加点点 给 留 取上给 留 这样子 提及的意思 OK 那就是这一篇的 简单的两个单字